以婚男人没有边界感会对妻子做什么 第一啊 会没话说了 因为他的分享欲都给外面了 什么小龙虾好好吃啊 你今天吃了没有 什么你工作压力大不大 你最近感觉怎么样 甚至可能他做了什么事情都会跟外面的互夸一下 分享一下 或者还会给外面的人安慰和认可一下 那第二 会漏财 很多男人的暧昧是从转账开始的 尤其是三八节 情人节 五二零的时候 本来应该交给老婆的钱 结果转给外面的女人了 你给老婆钱 老婆是会花在孩子身上 花在家庭当中 但是你给外面女人钱 人家只会花在他自己身上 甚至他家人身上 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第三 会背叛老婆 没有边界感就没有敬畏心 不怕了吗 想干什么干什么了 所以跟外面的接触时间久了 难免会发生不该发生的事情 而且一旦到这一步 事情的发展就不一定受你控制了 我们见过很多很厉害的茶师 真的心机很重 就是在男人身上搞钱 不达目的 不罢休 你要是不满足他们 他们就会想尽办法把你的事业家庭搅乱 我前段时间有一个什么飘的男人 不是现在就是什么事业家庭都没了吗 所以男人已婚了 就别在外面乱玩了 玩的事业也不顺 玩的家也散了 玩的一无所有了 最后还老无所依 何必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